赵新彤与丁俊辉 谁才是中国斯诺克第一个世界冠军 这样的话题其实早在三年前 这场中国得比的较量中 已悄然猛起 面对小师弟送来的这中带上手红球 丁俊辉稳稳收下 但面对这顶带口的黄球 大师哥并不着急进攻 此时台面局势还没彻底打开 虽然红球堆最右侧下方的红球 是有下球线路的 可不管用顶带黄球 还是中带咖啡球 去调教白球走位 精准去要到这红球 还是挺有难度的 所以丁俊辉很聪明地耍赖一次 白球甩拒 把咖啡球撞右侧裤边 击碎红球堆 而白球极其飘逸的 躲到带口黄球身后 做了这一杆绝妙斯洛克 给小师弟赵新彤出了这大考题 赵新彤绕左右两裤 想贴球防守 第一次 差点就撞上粉球了 运气不错 破解虽然失败 但只用被罚四分的代价 就摸透了这贴球破解的线路 大概的力度与角度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没给丁俊辉留下任何上手的机会 果然第二次解球 小赵公子 要到自己心中的理想贴球路线 也算是给圆满破解了师哥的考题 丁俊辉也没别的太好的法子 只能白球继续轻贴一下 开启了贴贴球PK 既然师哥都做了表率了 小师弟岂能不学着 白球与红球的缝隙 真就只有毫米级了 这下子 丁俊辉也不好继续贴下去了 他也只能白球先推出包围圈 双方再次厮杀安全球 当然 这个时候的赵新童 论攻防一体的综合实力的话 与师哥还是有点差距的 中国一哥给中国小火箭 展示了自己同样可怕的长台准动 唯一的瑕疵 就是白球没有给下一杆彩球 较到舒服的进攻位置 他只能用黄球做文章 给小师弟出考题了 赵新童继续绕左右两库 再次展示了自己刚才的贴球破解 绝非运气 哪怕是再来一次 他也同样轻而易举 反倒是丁俊辉 这一杆薄鞭 却意外失误 白送四分 赵新童也没要求复尾重来 直接撞出一颗红球来 这是钓鱼防守 还是失误呢 反正对丁俊辉来说 确实是一次机会球 但很可惜 这次他打丢了 机会也给到赵新童这边 挥拳出击 往往是防守最薄弱的时候啊 小师弟 没辜负师哥的一番美意啊 稳稳上手 可滴杆回拉的白球 稍稍走过头了 只能轻踢黄球 转安全球 做防守了 丁俊辉也是一高人胆大呀 直接绕左侧裤 贴上底裤边红球 双方展开了一场 让大伙探为官职的 顶级防守斗法 他们几乎用 滴水不漏的防守 不断把红球堆各种搓揉 也不停地试探 撩拨着对方的进攻底线 终究还是不停地试探 但是年轻的小师弟先犯错了 留下了这袋口球 上手不难 就看丁俊辉如何把握这次机会 让自己的进攻保持连续 所以他一再谨慎比划 也顺利绕到黑球左侧 继续叫离带 但这一赶吃黑K红 还是不理想 给自己的进攻加难度了 一再权衡风险得势 辉哥还是放弃继续进攻 转防守 双方再次厮杀安全球 好球 哎呀 这次轮到丁俊辉的防守失误 白球在往回走的路上 意外撞上了篮球 由台面中部给机会了 赵新同强拼抵戴 没劲留中带了 丁俊辉稳稳上手 然后复位粉球 可白球的走位又失控了一点 左右两侧的底带都没机会了 丁俊辉也自潮事苦笑不已 他只能强拼中带了 想把球路给续上 但没想到 这中带却意外没进 更让他揪心的事情就是 原本复杂的局面 经他这一波梳理之后 也明朗许多 赵新同有机会减现成的了 可这一杆顶带上手红球 没打进 让比赛悬疑再生 双方再次PK防守 小赵公子的防守 还是有瑕疵啊 又给师哥留机会 丁俊辉能一举拿下比赛吗 天啊 这中带红球 也打丢了 丁俊辉无奈低下脑袋 掩饰自己无奈而尴尬的表情 赵新同从缝隙中穿针引线 收下这中带上手红球 可白球的走位 让他的下一杆踩球 也变得格外有难度 但赵新同马上向所有人 展示了他日后叱咤球弹的 犀利武器变态准动 然后开始各种工程掠地了 5 现在做中带的高红球 好き 33 这一波收割 让他获得36分的领线 但马上他得去啃硬骨头了 这俩贴裤编的红球 可这既翻带 却让比赛剧情再次出现巨大翻转 红球没翻进 还直接留机会了 我们看看丁俊辉的长台准度如何 漂亮 接下来他要削篮K红了 不错 但是白球走得太远了 这一K感应该是薄了一点 要拼吗 没有了 辉哥想一干思诺克开路 却没想到篮球与咖啡球之间 留了这条小缝隙 赵新童也不着急进攻 继续诗哥比拼防守能力 没想到率先做成斯诺克的 反倒是小师弟 丁俊辉绕两裤勾球破解 差点将解斯诺克化为绝杀 但这一尝试 也彻底留出了底带机会了 就看赵新童了 没错 精准打击稳稳吃下 然后收下底带黑球 让超分优势扩大两倍数 最后 哪怕这黄球没进 丁诗哥也不跟他纠缠了 直接喊话 下一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